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3年1月31日 今天第一條片 這條片有兩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35家非法初選案 竟然出現了一位污點證人 而這人就是秋名遠播的阿布泰創辦人林景嵐 近日林景嵐承認自己將會成為污點證人 引發整個政圈的熱烈討論 包括黃人圈子中瘋狂地罵爆林景嵐 稍後會和大家詳細說這件事 亦會分析為何林景嵐無緣無故轉軚成為污點證人 而黃圈那邊又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稍後會和大家討論 另外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討論 就是在兩個星期前 英國曾經推出了一項維持公共秩序法案 表示禁止任何人在英國進行大規模示威活動 令他們的主要交通或機場等公共設施癱瘓等情況 而近日就這件法案 有一群傻傻地 天真到無法載天真的黃人 就在英國那裡 就是去信英國的首相 要求別人撤銷這條法案 說破壞了留英港人的示威權利 一會兒會和大家詳細講解這件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等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訂閱 開啟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要說的 就是關於阿布泰的創辦人林景南 相信大家對他有一定認識 都知道他是攬炒派之中的頭目 而阿布泰的創辦人林景南 小估不到 近日作出了他最大的貢獻 就是在35家非法初選案中 轉為污點證人 大家沒有聽錯 林景南竟然會轉軚 去做污點證人 事實這件事 不是無跡可尋 在早幾個月前 阿布泰忽然之間轉軚 忽然愛國 林景南亦說要祝賀國慶 所以整件事在去年10月開始 已經有少許跡象看到 當時有一群黃人還傻奸奸地說 當時的林景南肯定是在監獄中遺世所迫 所以他就要去做慶祝國慶的活動 當時判監時判少些 所以不要緊 阿布泰我們繼續支持 他口說愛中國 事實上繼續支持我們黃圈 當時的確有群黃人 繼續吹噓阿布泰和林景南 但近日林景南的一個決定 真真正正令他們失望 林景南在早兩天前在Facebook發問 他又說 最近有很多關於本人 即是他林景南 和他公司阿布泰的不實言論在網上流傳 他又說他作為公眾人物 被批評和攻擊是理所當然 但對於不實言論 開始直接誣蔑整個團隊 所以他公開解釋 解釋甚麼呢 他就說他本人的保釋條件和案情上的處理 是屬於司法程序 他不方便說太多 但他就說他要有責任以政事聽 為他公司三百位同事討回公道 他就簡單說了五點內容 不過那五點內容 我自己個人的認為 當中有四點我認為 大家無需理會 亦不用理會 因為你問我 又好像不關我們事 而且我們一直都不光顧阿布泰 所以 我對於他相關的這四點內容 絕對不感興趣 但當中有一點 是他說的貼文中的第三點 這一點我對於他非常感興趣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我在相關案件上被列為控方證人 希望大家在開審的時候 去了解我個人證人的口供 好了 這一點就是我想跟大家說 阿布泰的創辦人林景蘭 在35家非法初選案件中 竟然成為了控方證人 而林景蘭本身不是這件案件的任何目擊證人 臥底等等 他反而因為參與了這件案件 然後成功被控方說服他 透過作證的方式 換取減刑或脫罪等等的利益 所以嚴格來說 林景蘭不是普通證人 他在這次案件上 他是污點證人 這個消息可以說非常勁爆 大家怎麼也猜不到 在35家非法初選案中 牽涉到的是整個攬炒派的團隊 牽涉到的是他們口口聲聲 所謂爭取民主自由的所有人 全部在世上 突然之間你竟然殺出一個回馬槍 有人是為了自私自利 而最終選擇是篤灰 其實我們很久之前也說過 黃人的世界裏有一件事 是比任何東西都更勝一切 就是篤灰 篤灰的確可以篤出一個未來 大家看看李宇軒也轉為污點證人 林景蘭又怎會不轉為證人 事實上在很多黑暴的案件中 也有不少黑暴分子被他們自己的朋友出賣 獨灰 甚至當時梁振英所設立的803基金 亦收到很多黑暴分子把自己的朋友放出來 或是把網上黑手放出來 從而換取 圓紅而去做的一件事 所以說篤灰真的篤出一個未來 這次林景蘭選擇篤灰 很明顯他為自己的未來感到擔憂 擔憂是甚麼呢 很明顯是怕自己要坐牢 所以希望透過成為污點證人 透過篤灰篤出一個未來 要麼換取減刑 要麼談條件可否脫罪 就諸控方那邊就肯定開心 如果有林景蘭這個證人 加上他們搜索的證據 其實要塗入這群47人是非常簡單 非常容易的事 所以在今次非法初選案內 這群人定罪的機會率又大了很多 就住林景蘭轉為污點證人 我們當然是拍手歡迎 任何人想改過自身 我們一定會給他機會 他願意做污點證人 我們一定沒問題 我們還要給他一個like 當然我不會去買阿布泰 哪怕你現在說到自己愛國也好 慶祝回歸也好 慶祝國慶也好 但阿布泰的東西我始終不會買 因為你不是真心愛國 你純粹只是為了個人利益 在利益面前你選擇背棄你自己所謂的理念 從而換取你的利益 但你的理念從來沒有變過 所以我不會支持阿布泰 亦不會幫助阿布泰 但林景蘭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 不知是否選擇放棄自己的理念 亦選擇背棄了一群黃人 所以在黃人圈子這兩天 瘋狂地有很多人出來罵林景蘭 所以我們在這裡又吃花心 看看人們是怎樣罵 首先我們看看五位五健偉 五健偉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他 同樣是一個攬炒派的人 他在Facebook上發文 他的文章是這樣寫的 請不要為自己的行為開脫 請不要侮辱那些努力在此地生存的人 我們不需要透過出賣自己 陷害欺騙他人的行徑 也能得光明磊落 然後下面hashtag 打了林景蘭 這個很明顯是說的 林景蘭是變成污點證人的這件事 老實說在黃圈內大部份人的想法都是這樣的 他們有事的時候 當然是自己有事的時候 當然是不想有人篤灰 所以就走過去罵罵篤那些人 但當自己沒有事的時候 不如為了錢 為了圓紅 為了喀哩喀拉 不如這樣就把那個人篤灰出來 完全是雙重標準的 經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只不過這次發生的人的身份和以往的黑暴不同 他是林景蘭 他是攬炒派頭目的一份子 他是參加35家非法初選案的其中一個人 所以在這件事上 我們已經足以看得到 那些黃人其實在利益面前 在錢銀面前 在自己個人的利益面前 絕對沒有任何理念可言 另外也有人罵爆林景蘭 那就是林景蘭的支持者 他就說 林景蘭是否需要認同你在亂世中 去做汪精衛的生活方式 認罪無非是想減刑 做控方證人也是想減刑 甚至脫罪 其他46人真是謝謝你 除非你看完某部電影後 想到時玩東西 否則你又是要做嘟 又要精節牌坊的二五仔 不想吃皇家飯 而想繼續保住你那碗皇家飯 皇人的皇 皇家飯 新年流流祝你一家生活愉快 很明顯就是罵林景蘭 說他一直要吃人血饅頭 又要吃皇人東西 現在又要篤灰 林景蘭在自己Facebook貼文中 曾經解釋過關於他這個行為 當中有兩點 第一點他提出過 他希望大家留意他當時在法庭上 在法庭上他的證供會是怎樣說 亦即是他的暗示是跟大家說 雖然我做污點證人 但大家不要以為我全部都是賭灰 大家留意我到時不是賭很多 甚至我不是賭灰 他這個行為 其實是甚麼呢 一邊又想保住自己的個人利益 另一邊又怕被黃人得罪了他們 然後生意一落千丈 所以出來鬥 另外他的貼文中也曾經說過 他說 各位身處在海外的香港人 既然去了外國 祝你生活愉快 但是香港依然有很多人選擇留下 或者不能選擇地 是留下 而留下 只可以選擇用留下的生活 繼續過去自己香港的生活 他這句話是想說 其實我還是支持你們 你們要繼續努力 你們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去抗爭 但是我選擇了篤灰 大家不要怪我 我其實跟你是一緣 其實怎樣都沒有用 林景南這次篤灰篤出的未來 我們當然支持 你得罪不黃人也很合理 但是面對著龐大的利益 說你人身自由 說你阿布泰不會被人查封 你自己想過 是不是 有時候 又不可以兩全其美 你又不可以吃兩家茶禮 那哪家茶禮好一點 我相信林景南現在已經有個選擇 既然是這樣 乖乖地 把他們全部放出來 然後 乖乖地回到泰國 過你自己的生活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好了 說完這件事 我想說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都是關於一些黃人事 就是一些妙想天開的黃人 移民到英國的黃人 早兩星期前我曾經跟大家報導過 關於英國 成立了一條新的法例 叫做公共秩序法 這條公共秩序法最主要 就是要防止有一班暴徒 或有一班示威人士 在英國舉行大規模示威 從而癱瘓了主要交通 而這條公共法例最主要是增加英國警方的權力 有權提前去取締這些示威活動 即是禁止他們 而英國也推出了關於禁止公務員 一些主要交通工具的服務員 又或者是工作人員 進行罷工的活動 這兩個法例推出後 就引起了很多黃人的不滿 英國那邊反而沒有人不滿 英國那些人自己也在罵爆 為何又罷工 又罷工又阻礙我乘地鐵 大家知道英國其實也很大 你沒有車也很不方便 突然搞一個罷工出來 然後又說癱瘓交通 癱瘓那條路 本身英國好像倫敦那些地方都這麼繁忙 又說要收入場費 即是開車進去的位置 那些路費全部都要付 你現在突然癱瘓交通 影響很大 所以英國人對於這個法案來說 他們很理解 他們也很清楚知道 他們是無需要害怕這條法律 但沒想到 真的有人害怕這些法律 那是誰 就是一群移民到英國 但又天真又無知的黃人 近日這群黃人就著英國早前所推出的公共秩序法案 就致涵到英國的內政大臣 柏菲文 呼籲他重新考慮這個法案當中的爭議性措施 據知道這封信是由處名 是由香港人寫給英國的內政大臣 最主要提及到 就說 公共秩序法案存在某些威脅要癱瘓整個社會運動的鎮壓措施 當中包括 嚴重破壞預防令 以及截停與搜查 這些條例對香港人在英國抗議的權利構成威脅 包括反對中國共產黨在香港鎮壓行動的抗議 亦在信中提及到 我們當中很多人都是最近抵達英國的香港人 或是他們的代表 或是跟他們合作的人 這些香港人希望自己和所愛之人 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 在當地沒有恐懼地行使我們的權利和自由 大家聽完他寫這封信 你說他完全有道理 又不是說他有了 但你說他沒有道理 又不可以說他沒有 始終那群黃人真的覺得 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真的可以橫行走 好像一隻蟹 他們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作為一個人 是可以到處去破壞 周圍去癱瘓交通 周圍去 反政府 周圍去推翻政權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英國也要自作自秀 對於不同的國家 他們去 歡迎這群所謂BNO移民 歡迎這些黃人過去 最終他們會怕這群黃人 搞一宗2019年的黑暴事件 特別英國是更加害怕的 大量的黑暴分子 在香港搞完事件後就飛去英國 然後拍拍屁股 打算去英國繼續生活 免除了刑責 但是大哥 你在英國生活 人家英國警方比你更害怕 待會你在我這裡又打人 又示威 又打警察 怎麼辦呢 人家英國也要做些預防措施 這次寫信的這群人 就覺得 英國的公共秩序法案 就是嚴重破壞預防令和截停與搜查令 破壞了他們的權利 甚麼是嚴重破壞預防令呢 即是如果警方意識到 你這個遊行活動是有機會嚴重破壞公共秩序 破壞一些公共設施 他可以提前上門拘捕了你 而且截停與搜查也就是說 你在參與遊行示威 警方發現不對勁的時候 是可以截停和搜查任何參與示威活動的人 其實很合理的 如果你是參與遊行示威 然後你要帶武器出去 這個已經不是遊行示威 這個是暴力示威 沒有國家可以容許 所以截停與搜查是很普遍的一件事 但不知為何他們這麼害怕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嚴重破壞預防令 這個嚴重破壞預防令 如果你本身是和平的遊行集會 是表達意願的集會 又怎會觸犯這條法例 其實是不會的 但那群香港人真的非常害怕 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 他們出來遊行示威一定會帶工具 不帶工具又怎會告訴別人 我們是來自於2019年香港人 他們要明目張膽告訴別人 英國自己也要提防 還有 這群黃人真的很天真很naive 他們在信中曾經提及過 他們希望他們自己和所愛的人 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 這一點沒有移民 你覺得那邊好就好 你自己喜歡 但後面提及的重點 他說 可以在當地沒有恐懼地行使我們的權利和自由 我想問 從來 甚麼是權利和自由 誰給予這個定義 誰給予這個權利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 去參與遊行示威 是他們的權利 沒錯 但是這個權利不是與生俱來 是法律所保障 而最重要 法律從來沒有容許過他們暴力示威 以及去癱瘓交通 癱瘓城市 法律是沒有保障這一點 所以嚴格來說 這些不是他們自己的權利 他們是沒有權利這樣做的 只不過他們一直都誤以為這個世界很自由 美國也可以這樣做 美國經常叫我們在香港 一定要支持我們這些活動 我們搞暴力示威 我們搞黑暴事件 是英分的 我們是抗爭者 我們是英雄 美國當然是跟你在香港說的 美國自己國會山莊沒有定性為暴動 你去到美國沒有同樣被捕 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如果那個美國 真的崇尚民主自由 真的崇尚給你遊行示威的權利 那為什麼美國不開放讓你們香港人進去 口口聲聲說你們香港人被打壓了那麼久 但是為什麼他又不讓你去美國 英國純粹想賺錢 因為他有本BNO 可以取得那些人的錢 BNO的97年出生 97年前 97年前出生的那群人 到現在不是在讀書 全都在做事 有勞動力 上了年多 有副身家 大小的錢去服侍那群英國人 整件事又非常離譜 可能是因為美國 富裕了所謂的香港人 在香港有太大的權利和自由 所以這群香港人就覺得 我去英國應該要同樣有這些權利和自由 但我們說了多少次 別人國家也是會怕你搞事 這些權利和自由不是必然的 別人說不給你了 你催不上 是不是現在很後悔呢 那群黃人應該開始後悔 糟糕了 早知道那時候不扔掉所有財產 移民去英國 原來英國和香港是一樣的 其實香港更自由 你嘗試在英國 現在出來參與這些暴力遊行示威 看看你被警察打成怎樣 你在香港 香港的警察 已經算是很冷靜很乞製 你在外國被人打得豬頭 老實說 這件事非常有趣 歡迎大家 下面留言說說你自己的看法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朋友 希望你可以給我like這條影片 分享這條影片 讓更多人收看肥仔傑的頻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右下角的訂閱 開啟鈴鈴鈴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